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聂帅说的是什么事呢?就是关于刘徽山的 那是在1934年11月的湘江战役时 国民党部队突袭红衣军团 时任红衣军团政委的聂荣臻一面组织抵抗 一面派刘徽山下山向刘亚楼通报情况 当时刘徽山穿着一双草鞋 冒着敌人的炮火向山下突围 他跑着跑着 突然赶到脚底一疼 摔了一个跟头 低头一看 一颗子弹正好射中了他的草鞋底 奇怪的是 弹头只穿过来一半 正好卡在草鞋上 脚却丝毫未伤 刘徽山也觉得稀奇 就把草鞋脱下来 连子弹一起装进了兜里 报信回来后 刘徽山把鞋子给聂帅看 聂帅看了后 也说太不可思议了 以至于五十年后仍然忘不了 后来 刘徽山回忆说 之所以会出现那种情况 可能是敌人离得太远 子弹飞过来已经没多大劲 射中了鞋底后 被鞋底一挡 就给掐住了 不管怎么说吧 用草鞋接住了一颗子弹 而脚却毫霸无损 确实是很传奇的事 以至于连毛主席后来见了他 都说要见识见识那只草鞋 1947年 国民党军向陕甘宁边区发起进攻 毛主席制定了在运动战中 歼灭敌军有声力量的作战方针 而且是中央机关转战反北 诱敌深入 当时刘徽山正担任警卑团团长 专门负责保护中央机关 可想而知责任有多大压力 有多大 为了保卫毛主席等人的安全 刘徽山带领警卑团 转站12个县 37个村镇 行程两千里 进行战斗数十次 虽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却处处惊险 最危险的一次 毛主席率中央机关道安在扎营后 被国民党军侦查到了 蒋介石下令 不惜一切代价为奸 危难之时 刘徽山保护大家 转到了一个叫千丝弯的地方 可没想到 这里也驻扎着国民党的部队 最近的敌领 距离我军前卫部队只有一钩之隔 完全在敌人的机枪射程之内 刘徽山非常着急 请毛主席立刻转移 但毛主席却很镇定 对他说 你要沉住气 我今晚就住在这里 国民党要睡觉 我也要睡觉吗 你把警卫撒出去 什么时候你们打起来了 我什么时候走 刘徽山只好把五个警卫 连悄悄布置好 大家一夜没有合眼 时刻注意着对面的动静 幸好 国民党军没有发现异常 天一亮就把鹰走了 可能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毛主席竟然就睡在离他们一钩之隔的地方 建国后 刘徽山每次讲起这件事 还是一身冷汗 感慨说 主席感的就是他 这个时候都能睡着 而毛主席后来也对人说 当时我也担心 但我相信刘徽山能保护我们 什么是伟人 这就是伟人 既有包天的胆怠 又有缜密的思维 更有对下属的用而不已 1955年寿贤时 刘徽山被授与少将军衔 成为不多的师级少将之一 历史客栈作者 荒沙有趣味 有思维 有品味的三味历史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MASHAOHUA108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